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经常关注打造界的玩家都有耳闻 前几天出了一条出零230的150级无级别项链 我们知道150级项链的零力上限是252 这条项链熔炼后的属性将达到244 与天花板仅有8点之差 让它被冠以第一无级别项链的头衔 可能有机灵的小伙伴会说 前段时间出过一条出零238的无级别啊 怎么就被比下去了呢 要看纯属性的 你说那条确实强了一丢丢 但那条项链是专用装备 流通性成了它的减分项 如果让我选一条 嘿嘿 当然选择非专用的了 兄弟团队首次将高速叶罗刹打法 带上比武活动时 大家并没有看出这一打法的价值 随着点杀在PK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选择叶罗刹开场的团队也越来越多 到如今已经发展成一种实战性很强的打法 最初叶罗刹作为一次性的输出手段 能打出一个业务清城就算完成任务 并不需要考虑它的生存能力 但如今大多数玩家都带1630式 康过一次输出进行二次点杀 成了叶罗刹的新任务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军备竞赛 这些叶罗刹从最初的两三技能 逐渐迭代成了多红 作为打法的开创者 兄弟团队更是给自己的叶罗刹打上了浮云神马 自身凭借高级幸运和高级招架 大大提高了生存力 再通过浮云神马增加人物的速度 叶罗刹确实被你们给玩明白了 高等级的无级别装备 是109以下玩家的比武神器 而129级比武组别 正好处于低等级和高等级的分界线 无级别对他们来说 显然性价比稍低 只能从简易装备上获得属性优势 虽然装备上出现简易的几率 并不比出大特技高多少 这位小哥依然准备用20把137武器 批一批运气 鉴定刚开始 一把与极限属性 只差10点命中的双加简易 就这么出现了 小而我搜遍仓宝格 也没发现拿一把简易武器 能与之抗衡 耗主的追梦之旅 就这样草草结束 然而在之后18武器走程序的过程中 又跳出了一把 综合伤害875的简易 同样是天科神器 俗话说 过罗和凤雏 得七一者得天下 你直接来了个龙凤城祥 本期节目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各位看官有哪些江湖密文 可以投稿告诉小二 一旦内容被采用 小二我有点卡相送哦